Hello 大家好 我是理查叔叔 这是和理查叔叔一起玩的某一集 这集我来讲五和弦 因为不约而同有几个人同时问我五和弦的事情 他说什么是五和弦 通常我们在网上听到五和弦的时候 他有几个附带的情绪 有人会说他叫做强力和弦 power chord 他是很强的 这就是五和弦 五和弦它的主成音是什么 就是 Do Do Re Mi Fa Sol Do Re Mi Fa Sol 一二三四五 五就是五度音 所以Do So的组合他就是一个五 五和弦 五和弦是一个最简单的和弦 就是说 比如说以这个G来说 这就是G5 G5 他连是不是major或者是minor都不管 比如说 这是G major 就是不要写就是major 那minor呢 稍微哀伤一点 你看 哇明亮 哀伤 minor就是有点哀伤的意思 那他 他 区别在哪 就是那个三度音 这个三度音是大三度是明亮的 那如果是 这个是 比较哀伤的小三度 所以 G跟G minor 差别就在这个地方 G就是gmajor major就是大的 minor就是小的 好啦 那五度呢 五度他根本就连三度音都省略 只有1和5 所以他 他连哀伤不哀伤都不知道 所以可见是多简单 在很多那个 Guns and Roses的歌的谱里面 就是腔花乐队 他们伴奏大部分都是一个 都是最简单的 这种五和弦 就power chord 弹剑电吉他常常就是 power chord 那他的就会很猛 那他就是很简单 那怎么推算呢 嗯 不代表简单就不好 就是说你要走出一个误区 就是我们常常会 不小心被人家喷嘛 就是说 你弹这么简单 其实我们是要自己开心 不是要 不是要弹很难 弹很难不是重点 弹好听还比难还重要一点 当然 有时候好听也不是重点 最重要自己是开心 但是重点 好 这个五度怎么推算 就是 所以如果更音是六弦的三平 那他的五度音就在五弦的五平 然后呢 四弦的五平 又回到了他的八度音 你看我现在弹六弦跟弹四弦 都是 他都是G 就是他都是E DRE E FAST RASHI DO DRE E FAST RASHI DO DRE E FAST RASHI DO 就这两个音是一样 然后中间出来的这个 这个就是五度音 所以这个形状你把它记住之后 你就会弹所有和弦的五度音 所有更音的五和弦 比如说 A G5 A 5 B 5 C5 將B5 將A5 升F5 F5 E5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知道那根音在哪 你只要手這麼暗就行了 更妙的是 你可以把根音全部順移往下走 往你的膝蓋走 把根音放到五弦 比如說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C嘛對不對 所以 C5 D5 降D5 升D5 E5 F5 沒有升E 升E就是F 升F5 所以 因此你就知道所有的五和弦在哪個地方按了 最偷懶最偷懶的伴奏就是這樣子 比如說 一個人的時候 不是不想你 一個人的時候 只是怕想你 一個人的時候 如果下起了雨 也會學你把傘丟到一邊 偷不偷懶 全部都是五和弦 因為五和弦是一個不會錯的和弦 就是 major跟m錯了就很明顯 那個情緒馬上就不對了 但是因為五和弦太簡單 它根本省略那個情緒的部分 所以 它沒有錯 只有太簡單會被笑 或者被噴 沒關係啦 我們都不怕被噴 所以 五和弦它是最簡單的 然後另外就是你要去了解 音階在紙板上的位置 這裡有一個重點 重點了 不是 位置有兩個意思 一個叫做絕對位置 一個叫相對位置 什麼叫絕對位置 你有沒有在某些吉他群裡面看到有人把 每個紙板都貼上音階名字 比如這叫做G 這叫做聲G 這叫做A 貼的滿滿 這叫做絕對位置 我覺得 我一點都不建議這麼做 因為第一個很難看 第二個 相對位置比絕對位置更重要 比如說 這叫做一個A和弦對不對 但我腦子一 我可以認為它叫做1 1在這裡 4就在這裡 4在這裡 5就在這裡 5在這裡 6就在這裡 6在這裡 7就在這裡 1在這裡 4在這裡 3就在這裡 因為你知道它的相對位置了 1 2呢 登登 這就是2 3呢 4 4呢 登登 4這也是4 所以這也是4 3呢 就是你要知道它的相對位置 你就可以換任何一個調 譬如說我剛剛那個獅子座 我換這個調 忽然忘了怎麼這樣 一個人的時候不想不想你 一個人的時候只是怕想你 然後 44 44 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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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和弦进行就是卡农 还有很多很多流行歌都是这个和弦进行